今天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 各位 事实 整理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各位 如果人不能够领会 不能够感觉到 怎么办呢 各位 我问的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时代里面 整理其实已经受到挑战 圣经的话语是绝对性的 但是已经受到挑战 人听的时候 因为听是听 接受是接受 但是心里面已经开始有一种未知数在那里了 是真的吗 是对的吗 因为打不到我的心 我可不可以感受到 我知道那个重要性 我也承诺 我也愿意 但是心里面 然后整个的热忱 整个的行为 所做出来的事情 完全不一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各位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这个时代继续不断的有变化 对吗 真理还是重要的 但是真理重要 放在心上装备这个事情呢 一定快快要让我们的心中里面产生一种突破性的事情 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要有火 要出来 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要有能力出来 要有生命能力要出来 各位 人与人接触的时候呢 他们不一定是因为真理而相信耶稣基督的 对不对 他们可能听了很多的真理 但是不一定你讲的真 讲的对 就会信耶稣 因为他们要的是幸福 他们要的是证据 他们要的是能够感受到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做呢 各位 所以各位 我们来到这个聚会的时候呢 我要给大家一个现实感 我们来到这个教会 大家也知道 我们来不容易 对不对 不容易 过去的时代呢 如果参加几次崇拜 这个是他们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是消遣 这个是一种享受 来教会是一种享受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 甚至是基督徒 甚至是承诺的基督徒 我读到一些报道 人人都感受到承诺的基督徒 也忠心想爱主的基督徒 他们的那个眼光呢 他们的心肠呢是 可能去教会呢是需要请假的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教会呢 要整个的投入 需要请假 需要休息 以前休息是 社会里面忙碌 做工 家庭 所以去教会消遣 去教会休息 去教会能够苏醒人 但是现在呢 人开始请假 为了教会 我不是说 我们有错 这是时代的变化 时代的变化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是在变化很多 我不是在责备 我要给大家带到一种情况 我们的心不要论断人 因为我们不要受论断 我们不要论断人 OK 我们不要论断人 我们的心要扩起来 各位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各位 这个时代呢 要的是什么 我们跟人讲真理 对不对 我们跟人家讲事实 我们用很多的激情讲 不一定人会就相信了 不一定这样子 这样子的 人现在呢 要能够体会到 比如说 你问一个孩子 你怎么知道 撒谎不对 你怎么知道撒谎不对 问一个孩子 问一个年轻人 因为我的父母告诉我 因为人告诉我 因为我看到一些后果 这样 但是他不会说 有一个绝对的真理 圣经告诉我 撒谎不对 不真不好 虚假的东西不好 人只有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告诉我的 我的亲戚告诉我的 我的关系告诉我的 我的向往告诉我的 谁告诉我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感受的时候 好像对 我感觉到我就信 我不感觉到我就不信 这个是我们真的要提防的事情 但是这个时代呢 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要将真理 我是跟大家说 我不是说真理不重要的 我也不是说相具不重要的 但是我是说 要这一切呢 要掌握 然后懂得怎样装备 来遇见 来接触各种 各样的人 认识 然后才接触 你才能够传福音 各位 如果你不这样的话呢 你不能够适应时代 你在教会里面 久 慢慢你会觉得 来教会没有用 慢慢你就会觉得 来教会呢 也不能够传福音 你就会觉得很混乱 自己顾虑起来 有这个问题 我给大家一个现实感 我不知道讲说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这样说 我们去到这个时代 去到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人群 我们有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 会影响这个时代 比如说 我的冷难 我的一些一举一动 会造成 我旁边的基督徒 会造成我的家庭 的感觉呢 他们也不去教会 也对耶稣基督没有感受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当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 有这个意思的时候 你才会继续 你才会继续保守真理 然后呢 保守真理 同时 你要接触人 同时要接触人 我再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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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心里面呢 心里面的那个冷淡 是这个时代呢 是一定的 我们来教会呢 人越来越不来 这个是越来越会发生的 你要持守真理 你要考验你的那个信心呢 是要有 但是你会发现 有很大的一个仇敌 一直阻挡你 是会有的 但是从那时候 你要怎么样反应 你一定要快快的装备 你的信心 你的心灵 这一切要装备 然后呢 你要出去 你要出去 你一定要在心里面 你能够操练 然后你出去的时候 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你不能够将教会呢 当成是你的舒服的地方 保护你的地方 教会呢 是给你装备的地方 你知道了 就出去 我宁可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说 你们甚至要去传福音 不能够来聚会 你们去 更好 我甚至这样认为 各位理解吗 不要浪费 教会里面 那个时间 为了怕人家怎样看 或者是 怕人家怎样感受 所以来或者不来 我是愿意这个中心 当然这个是很好的 对不对 我不是说不好 但是这是一个强调语 强调语 我们来教会 我们来这个门徒悲训 我们来领受信息 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是吗 没有 没有很多的时间 我们没有很多的经历 这个时代是很迷惑的 对不对 很迷惑的这个时代 所以我们领受的时候 我们快快要懂得 如何有一些保守的真理 然后无限的 懂得靠着圣灵来传道 这是我们要得的 这样子指的时候 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他们感受到这里有生命 有能力 感觉到生命有能力 慢慢我们才带他进入正常 平常 日常 因为人一来的时候 他们需要感受到 对不对 他们需要感受到对 因为对 真理不在他们的心中的第一 所以他们要感受到 所以这个叫圣灵 如果没有给人圣灵的话 如果没有操练这个圣灵 如果我们不懂得怎样用圣灵的话 人就在一种情况 久了他们就忍耐 忍了 我们就知道 其实这个是一个抵挡的伪装 因为他们不能够领受 所以久了他们就会抗拒 我有点乱了今天 不知道怎样把一些话说得比较清楚一点 但是呢 甚至我们教会 教会里面我们得很多的 甚至想法 人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设立建立 也其实没有人可怪 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很多 但是我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来教会呢 我们有没有得到装备 我们要问到这个问题 然后装备到吗 我们操练到吗 各位 如果我们要 以前的时代是 我们多来教会 所以多有相见 所以可以牧养啊 可以交谈啊 可以多教导啊 教导是需要时间 有课室 一个一个教导是可以 对不对 然后教导啊 然后传道啊 对不对 传道 还有什么呢 训练啊这些 还有团契啊这些 这些是人一直来的时候 你慢慢可以分一个聚会 两个聚会 三个聚会 可以讲 但是现在人呢 工作也好 人际也好 开始心里面冷淡 所以一来的时候 好不容易的 好不容易 人要来 他取舍的那个时间精力 他可以在家里 做很多东西 比如说 我们在教会里面 如果我再来到教会 我不能够跟人 有肢体关系 为什么我需要来 如果教会没有直播 我上网 有这么多的讲道 我开 我为什么不可以 自己做崇拜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他们失去的就是一个团契生活 但是这个团契生活 如果你给不了的话 为什么人要来教会 对不对 为什么人要来教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设想 我们来这里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受装备 这个装备 大家也不要看我 我这个重担 这个负担很重 但是各位也不要看 所以我慢慢设想的时候 我有一个烦恼 有一个重担 有一个负担在我心 对 我们讲道 分享的时候 人来不容易 所以讲道应该长 还是短 如果有多聚会的话 短可以 对不对 但是如果人不是很多次能够来 是不是好一点利用那个时间 长一点的讲道 比较好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要适应这个时代 但是要怎样适应 但是如果你讲道长的时候 人家久了 新朋友 我们的家人要带他们来 也不行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定要设想 一定要设想 各位你想 你要明白一个事情也是 当人来的时候呢 当人来的时候 你的敬拜 赞美 讲道 可以步道性的 给人一个很好的感受 但是我跟大家说 过了一个星期呢 你也会发现 开始就觉得绝望 没有希望 你那时候所感受到的那个气氛 过一个星期已经没了 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事情来的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各位会怎样想 但是我是有这个感受 我也感觉到人有这个感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 一个星期 一个聚会 你就算是很萌了 过一个星期 你开始也慢慢没有了 没有那个兴奋 你忘了那个 每天的那个事物 互联网 情报 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搅扰 夺取我们的注意力 这些事情 叫我们越来越难祷告 所以自己的独处 自己的独经 自己的灵修修效 当然不用说了 这个是需要的 但是我们来教会的心 我们来教会 要受装备的这个事情 我不是说从我自己 我看我们大家 这个方面 我们要好好祷告 这件事情 为什么有时候 各位你看 我们曾经讲过 人的进口就是 神工作的开始 对不对 这个我们常常知道的 讲你讲到底 给你局限到一个 角落头 那时候你不断不祷告 经历上帝 但是这个时代 我感觉 这句话好像不能说 这是圣经里面的话 人之镜头 应该是工作上帝的开始 其实 这个真本圣经都有 但是 你可以说吗 你敢说吗 这个是什么情况 能够说 这个不是每一个情况 你都可以说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真的要靠圣灵 我们要学到圣灵 我们不能够只有领受教导 我们要领会圣灵 领会圣灵的时候 每一个人领会 好像比如说 我现在讲 每一个人领会不一样 看你了 看你了 你现在听到的时候 有没有跟神交通 各位不要看我 责任在你身上 你看你自己 现在有没有祷告 你听了什么神的话 你自己要跟神祷告 主 祢改变我 祢更新我 祢教我能够领会圣灵 现在要这样的 各位 我让大家知道一件事 就是这个 因为 各位 如果我们领会 学了真理 但是我们不懂得怎样传福音的话 我们不能够传福音的话 我们越来越发现 那个基督徒的一个规模 我们越来越可以跟肢体谈话 但是越来越不能够跟非信徒谈话 这个我们要小心 我们的生命已经开始有一个问题了 慢慢我们会发现 来教会也是一个问题 慢慢有埋怨 慢慢有很多的一个事物 开始会问教会 慢慢问 问到这个教会怎么样的行政 慢慢问这个教会的长老在做什么 慢慢问牧师在做什么 甚至会这样的 这个是生命的东西 生命的事情 所以各位 一件事情 真理要有 但是这个真理要发出去的时候 原来是怜悯万民的 真理是一个独到的 见了殿过后 无限的圣灵要靠 然后传出去 我说了这个好几次 因为很难表达 很难表达 所以各位 领会一下 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 第一到第十二节 这个是讲到 这个博士 不是三位 不是三位博士 圣经从来没有讲三位 这个博士从东方来 当希律王的时候 耶稣圣在犹太的玻璃盒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所以为什么他们不知道是玻璃盒 为什么他们先来到耶路撒冷呢 不是那个心就是在那个玻璃盒上面吗 所以其实这里有一件事情 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心 可能他们怎样说 如果我们看第二节 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 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 特来拜他 换句话说 他们在东方已经看到这个心 但是为什么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呢 换句话说 他们知道 他们这些东方博士 很有可能是马太 博士现在的伊朗 那个时代 他们 我们圣经有好几个地方说 波斯马太的略 对不对 波斯马太的略 这个 可能是这些博士们 我不是讲这些 有一群人 他们是身为博士 他们呢 可能曾经犹太人在巴比伦 波斯马太 那时代呢 丹伊利 三个朋友 这些呢 有一些神的作为 所以这些博士也感觉到 也知道有这个犹太人的神 以色列神的这个存在 所以他们知道 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心的时候 知道有个弥赛亚出现 但是他们因为也知道 丹伊利他们的事情 以色列他们的事情 所以可能他们的想法是 他们知道犹太人的教导 就是君王要从那里生 君王都是在耶路撒冷的 所以他们去耶路撒冷 不一定有一个心 然后他们一直跟着跟着跟着 不一定是这样 很有可能是他们知道真理 所以他们跟从 跟从那个书本上的 所以真理是很重要 连这个外邦 外邦人 他们是叫外邦人 但是他们外邦人呢 心里面有一个稀奇 想要知道 想要敬拜这个弥赛亚 所以很奇妙 其实这个马太福音 马太他是一个犹太人 或者以色列人 他这个马太呢 如果大家看 他写这个马太福音 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 他要写的东西是什么 好像暗暗的 他要暗示读者 你们这些犹太人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神所拣选而已 好像这一切的那个惊讶 这一切的那个好处 福音要传到外邦 传到外邦去 好像有这个意思 所以开始就说 叙利座王的时候 耶稣就在犹太的那个郭里合 但是呢 博士从东方 东方有多远啊 好像有 有六百到八百的马太 所以可能有一千公里的 他们走 可能走 可能骆驼 怎么有长远的路 各位想他们的机口 所以这时候 马太要告诉我们 其实 我们不要想 犹太人是谁啊 犹太人就是好像在教会里面的人 当代的信徒 当代的信徒 甚至知道弥赛亚在哪里 但是呢 上帝关心外邦人 上帝关心的是还没有信主的人 他们有信主的人 各位要想 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吗 蒙神所爱的 但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友 这个时代 他们有信主的 可能他们像这个博士呢 可能他们就是想要知道真理 但是不知道真理 所以按照他们的法术 他们是外邦人对不对 按照他们的邪术 但是他们又知道有以色列的圣经 他们知道有耶路撒冷 他们去朝拜他 他们要认识圣经 真理 他们寻求 可能他们没有独一的 但是他们想认识 可能时代有 可能我们家人有 但是他们的表现是 哎呀不要啦 可能还是不要 我是比较保守一点 不要比较好 我感受不了 我听不懂 可能是这样 但是可能他们是神所预备的 这里马太这个使徒 他就这样说 他写出来的时候 一直的暗示读者 告诉我们说 其实耶稣基督来 不只是为着以色列迷失的羊群 更为着以色列的那些属灵的以色列人 就是为着地己 所以他们知道 所以各位 这里有一个东西 我给大家知道的 就刚才我所说的 他们这些人呢 其实可能是隐藏的 所以我们不要论断 我们的家人 我们不要论断 那些敌对基督信仰的人 我们不要这么下定决心 定义说 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不在教会里面的人 他们是悲逆的 他们是反对神的 不要这么快先说 不要这么快先说 可能有一些外邦人 各位你看这个行邪术啊 他们一定有行一些法术 乌士啊这些的这些博士 当代的信徒是 以色列人 他们是讨厌的 讨厌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有偶像的 讲他们神的这个东西的 他们拜的这个 我们第一个的心肠是恨 恶心 还是怜悯 怜悯 对不对 所以马太福音是这样的 你要传福音 你要把这个真理能够传出去 圣灵会帮助你 圣灵会降临 那时候呢 你说出来的话 温柔 同情心 明白 想要认识人 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 对我来说呢 如果我接触人 有些人接触人很快知道 他的性格是怎样 他的人是怎样的 所以说什么话一针见血就可以 但是我发现我不行 我发现我不行 我需要多接触 我需要多接触 我接触几次的时候呢 我接触一次两次 你知道吗 我去美国宣教 那里的一个华人 他是很爱主的 但是我接触的时候呢 我感觉不到 我不知道他多爱主 他讲的东西好像句句都是 Model answer 都是标准的一个答案 可能是真的爱主的 可能他的心中里面有重生不重生 我不能够确定 对不对 你要能够确认到一个人 你怎么办 你不跟他建立关系 建立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 多接触 你不跟他多接触 多谈的话 你怎么认识他呢 你怎么认识他呢 这次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姐妹 来到新加坡 他是 他听很多消息说 新加坡这个生命堂 然后有这个接触 然后他就特别安排他的工作 在印度 特别就来到新加坡 然后又回去 几天又回去 因为他想看看 他想感觉一下 但是我不太认识他 所以我就跟他多谈 多认识的时候 这几天 多几次跟他接触的时候 我就比较感受到 如果一个人 你只有看到他的好一面 你不知道他的 焦虑的地方 担心的地方 怕的地方 不安全感的地方 你不知道他多爱主 你不知道他是真假 你不知道你不认识他 我经过这几天 我比较认识他的不安全感 因为他的不安全 所以他交托给神 因为他家庭里面 小的时候爸爸跟妈妈关系不好 他就说 那小的时候是 因为他们的关系不好 所以他哭 一直哭流泪 他没有办法 有一个寄托者 只有他知道的是耶稣 所以他从小一直祷告主耶稣 祷告主耶稣 所以从小到大 他慢慢有这个感觉 然后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但是这样的人 我就想 这个不是被塑造出来 所以我再确认 再确认 那么我就发现 人呢 人 接触的时候 我就慢慢发现 他有一个敬畏主的心 神怎样找他 怎样爱他 所以怎样引导他 他很想离开他的家 但是他又爱他的家 他要离开家 他是要多接触人 但是他又不是不爱家庭 另外一周有工作 他又不可以 他又不想这个是自己的理由 所以他一直寻求主 寻求主 怎么样 是不是神的美意呢 我不要多出自己的一位 我不想说这个是我要出去 是人为的事情 但愿主的旨意成就 所以他这样祷告的时候 神为他听到教会 需要人 哪里的人需要 所以听到的时候 心里面得到感动 他也需要得满足 所以很正常的 他就出去 我从这个地方里面 我学到很多 听人的分享的时候 会说的人 很会说的人 不一定 他们是很 很会表达 可能他们很多不安全感 所以他们讲 讲到头头是道 为了遮开自己 所以大家 我的意思是说 我接着这个我知道 什么叫敬畏主 敬畏主不代表说 你什么都是神第一 不是 实际的敬畏主 爱主是 你的需要 上帝也知道 你也告诉主 你也教头主 主愿意怎样 是吗 但是我又不想 只有我 但是主啊 我也需要 主知道 主啊我的需要 怎么样能够配合主的旨意 这个 所以我听他这样的时候 我知道 他是真实的 遇见了上帝 他遇见的神不是一个幻象的神 他遇见的神是一个 能够满足他 爱他 救他 但是也一个圣洁的一位神 各位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你经过那个process 那个过程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是很普通的事情 对不对 很普通的 但是你牧养人的时候 你帮助人的时候 你不要说你要什么圣灵的感动这些 帮助人的时候呢 在那个地方 你懂得什么叫做敬畏神 你能够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你能够解释得到 你也可以 interpret 你知道这个是人重生 还是不是重生 重生不代表说 你整天在教会就是重生 重生你敬畏神 敬畏神 我们在这里有几位 我非常有感动的 因为我知道你们 有一个心中里面的爱主 我不看你们的外表 我看的是你们的内心的爱主 你跟我讲很多我也没有用 我是看 接触的时候 我知道你们的内心 我说的这些是 告诉大家怎么样接触 怎么样认识人 你认识人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人的生命 你知道那个人的生命的时候 你才懂得怎样 用神的话 安慰 带领 帮助 劝勉 甚至鼓励 是这样的 然后你才可以看上 所以 各位 在这个三个地方的 有三种人 但是我们看一看 第二节 第二节 已经读完了 第三节 叙利王听见了 就心里不安 第二个人出现了 耶路撒冷 合成的人 也都不安 所以我写一下 有三种人 三个人物 第一个是 就是西利 我这样写西利王 西利王 这是三节 七节 七到八节 还有十二节的地方 这个西利王 他是怎样呢 他不安 所以说他不安 为什么他不安呢 因为他自己 为了这个王位 他做了很多的 伟大的事 建桥 建物 建筑物 这些 他什么都做了 来保守他的王位 他是以东人 他不是纯犹太人 所以他要坐上这个位置 好不容易 他有十个 好像有十二个太太 这样 有一个太太的 弟兄 兄弟 是祭司长 他把他杀掉 谋杀掉 然后为他举行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 葬礼 很奇妙 所以 这个西利王 这个西利王 为什么不安呢 因为怕这个婴儿 米赛亚 抢了他的一个王位 这个小孩子可以做什么 但是他这样怕 所以各位 因为他有很多的敌对 很多犹太人一直在看 然后罗马 又是他的 那个 老板 又是他的上司 所以 他不得不 就是 也感觉到不安 所以第四节他怎样呢 他就召集了 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问他们说 基督当身在何处 他问是为什么呢 为了要敬畏吗 不是 他问是因为他要保全他的一个王位 对不对 所以他先要做的是保护自己的一个王权 或者是自己的主权 各位 有一些人呢 外邦人 甚至好像在教会里面 西利王是好像一半犹太人 一半 因为他是以东人嘛 对不对 以东人以少 所以可以说是 以撒的 后代 亚伯兰的后代 但是呢 这个西利王是一半一半的 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 我们好像在教会里面 讨好了教会里面的人 但是却是 抵挡者 他的不安 叫他远离上帝 他的保 保护自己的王权 自己的王权代表自己的主权 不愿意交给福音 不愿意交给主 有这样的人 我们要能够detect 我们要能够抓到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不得不要做的就是 想谋杀 谋杀谁呢 耶稣 耶稣基督 他们要谋杀耶稣基督 所以 各位圣经里面 杀害 基督的 不是废信徒 杀害 耶稣基督的是 教会里面 似乎在教会里面 但是不在教会里面 人来的 各位 这个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 一个事实 有好多经文说 从我们中间出去抵挡我们 他们是狗 是前类 他们原来不认识耶稣基督 这样 甚至也很严重的话讲 耶稣基督也说那些法利塞人 文师们这些 你们毒舍的种类 好不敢说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这是不要认出 各位 我们为这 为什么 上帝一直教我们知道这些呢 我刚才说一个东西 对不对 我说 如果我们 不为这 不为这 时代 这个时代呢 也甚至包括 这个时代的问题是谁造成的呢 教会 当代的教会 的问题 当代教的问题 这个当代教的问题 是谁呢 我们算不算在当代里面 也算是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 长老你这个东西 不对 你要悔改 我会接受 我会接受 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在当代教会里面 我在当代教会里面 我的能力不够 所以不能够影响这个时代 各位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比较难 我知道这个比较难 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个道理 我跟我的小组员 想要分享这个的时候 他们听不懂 他们听不懂 我说 你们来聚会 因为 你们要抵挡那个冷淡的心 我感觉他们听的时候 是长老在控告他们 你们不来聚会就是冷淡 来聚会就是不冷淡 给我的感觉好像是这样 不是 我不是在说这个东西 是因为时代性 有这个冷淡 为了宗教会 所以我告诉他们 为了保守心 你们要谨慎 所以为了你们的家人 为了这个时代 为了你们的那个地区 所以你们来 来可能你们也听不到太多 可能也可能得不到太多 但是你们来的时候 你们用你们的全心敬拜主 相聚的时候 上帝自己尝试 这样你才可以保守信仰 因为这个是末世的时代 末后的时代 我不都怎样说了 说的时候 有些人生气 生气 有些人听的时候不懂这个意思 来的时候就是要在一起 要一起欢乐 不然我来做什么 但是我也给 当然我们相聚的时候要有自己生活 要有默契 要有乐趣的地方 当然要有 但是我们是教会 教会的时候要抵挡那些 非真理虚假的事情 这个是圣明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我只能在门徒回去讲 主日我不能讲 门徒回去才能够讲 因为主日不能够讲这个 主日的时候这个太难了 为了这个时代祷告 所以我们警醒 为了这个时代祷告 所以我们祷告 求有一个有能力的 不到家先知能够起来 对不对 我们祷告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接受的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看 有爱主的 甚至经过很难受的 但是爱主 甚至分别为圣 很奇怪的人 但是爱主的话 他的生命愿意要寻找真理的话 这个我不小看 就算是整个社会都觉得他有问题 我不小看 各位知道这些吗 就算是你有焦虑有忧虑 还是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但是你爱主 你愿意追求主 你愿意追求主 我不小看 因为这是神的工作 时代需要这样的人 时代需要这样的人 但是各位我想 我们不是说需要这个 然后就排斥全部 不是这个 一般的人需要 正常的人需要 因为 这样爱主的人 知道这个时代问题的人 他们需要变成正常 他们需要得意识 他们继续特别不可以 如果他们不变成正常的话 他们不能够喘福音 但是只是一个火而已 一次的火 不行 他们要学到圣灵 日常 正常 时常 日常 凡事上 所以教会才能够学到这个 因为教会里面 有热的人 但是也有很多是正常的人 很多正常的人 我们才可以在当中尝试 怎么样主动性的跟他们传福音 把他们带来 带走 带进正常里面 各位知道吗 这个意思 所以 这个 徐利王 他的不安 他的保护这些 这是一个大问题的 但是有 我们继续读 所以这些祭司就出现了 祭司长 还有文士 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 问他们说 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很奇怪 这些人 各位继续读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玻璃横 因为有先知记者说 犹太地 犹大地的玻璃横啊 你在犹大诸城中 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 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名 奇怪 他们知道吗 对不对 他们知道 这四到六节 他们很熟练圣经 他们有什么问题 他们听的时候很奇怪 应该是最惊讶的 应该是最激起的 他们也知道有这件事情 开始有 为什么王会问这个问题 水利王会问这个问题 他们也没有在思想 在反思 犹太人是应该很会反思的 没有问 不闻不问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可能他们当然有一个误解 可能他们觉得基督来 是要做一个君王 要除掉罗马的掌权 但是呢 很奇怪 不管是怎样 他们对基督的事 有个冷淡 冷淡 他们有一个默不关心 各位 这个也是十大的问题 教会的问题来的 美国 美国那个地方呢 也不要说美国而已 到处原来 白人他们是先领会福音嘛 对不对 如果大家看他们所研究的 所写的书 现在很多的基督教的书 很好的书 都是白人写的 白人基督都写的 然后翻译过来的 如果大家要找很好的华人牧师 然后又有深度 又有福音性的 有圣灵的 观的 就没有 他们都是翻译过了才有 这是不相信你自己去基督徒读书馆看 很少有 因为这个是经过时间的考验 也经过祷告 经过操练 经过牧羊 经过传福音的这个时代 历史上 历史历代的 所以有白人的蒙恩 但是呢 在美国 欧洲这些 一代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很蒙恩的渔民教会这些 剩下来的教会 但是一般上 圣徒 都有一个感受 他们听了兴奋 但是很容易冷淡 听了真理 但是很容易冷淡 各位这个东西有没有影响我们 有 对不对 我也感受到很多 有时候很烦扰 有时候很烦扰 但是这个事情告诉我一件事情 我不能够随意随着 圣经说的顺着圣灵而行 对不对 这个不是说你躺在沙巴 大概大概圣灵这样催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圣灵爱我我就做 自然而然这样 不是这样的 顺着圣灵的意思 你知道圣灵是圣洁的 你知道圣灵是圣洁的 你知道圣灵是抵挡这些的 所以你在你的心中有一个抵挡那些黑暗 抵挡那些不冷不热的事情 有一个抵挡默不关心的事 在你心中 你的心里面会有这个 你的行为上会有这个 这个 这个事情 如果你来到一个教会 甚至一个教会里面 甚至信息里面不太好 不要紧 有一些人来到教会 他们甚至 去 坐在一些新朋友的旁边 他们不跟自己的妻子 丈夫做 去跟另外一些人做 为什么这样 人问 你是不是跟你的丈夫或者妻子有问题 你不跟他做 这样 不是 但是为了传福音 为了接触人 为了爱 怜悯 信赖的 他们这样做 有些人这样 不多 但是有 他们不愿意一个聚会随随便会过 他们去一个聚会不要浪费 因为他们要面对主 网上可以听信息 他们来教会做什么 就是要接触 就是传福音 就是来服侍 他们主动性地这样做 如果福音的门没有敞开怎么办 周日里面去找 去接触 最近有一个网上的 他找我 他就说 哎 弟兄 你可不可以跟我多分享 我需要一些帮助 你可以跟我分享你人生敬意吗 哎 我都没有时间回应 我就给他我们教会的网站 这些 然后他就说一句话 互联网 互联网这么多信息 如果要的话 我就不会找你了 但是我知道你忙了 不用紧 我都不要跟他说 对不起 我跟他说 对不起我真的很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原来你要的是情景 但是我跟你 我也坦诚地跟他说 我也很忙 你问我这个 我也是很抽象 不如你比较有直接的 有需要还是什么 你直接问 我不能够马上回忆你 但是我会紧张 对不对 因为各位 为什么现在有互联网 为什么人愿意接着互联网问 因为有一些人不敢见 见面难 有很多种人 有些人见 很心里面不舒服 他们比较想一对一 但是有些人 连一对一都不敢 所以接着互联网 接着WhatsApp 接着Text 这个当然不是很好的事 但是这个上帝有美意 打开了另外一个福音的管道 这个是我们要能够感受到的 我们不能够排斥这个事情 所以呢 为什么这些人找到我呢 我就一直传 传 传嘛 新加坡网站有什么我就传 JB有什么我就传 一直传在我的Facebook 我也不知道怎样做 我也没有时间赏 但是有一些人就加了我过后 他就问候我 问候我 这样子 就是不只是暗雅姐妹 好一些 我都不认识的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骗的 但是 问几个话 问几个话 我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真的有需要帮助 但是这个帮助呢 我也不是为了要帮助而帮助 我知道 我这样帮的时候 我也受准备 我需要懂得接触 能够用神的话来传 然后看人有没有恢复 看人有没有得到感动 我需要看 不然的话 我怎么知道我领受的真理对 我可能自我安慰而已 我装备到了 如果没有办法帮到人的话 我怎么知道我学的是有圣灵 所以一定要试 我一定要试 跟我说这个 是为了叫大家打开你的眼界 打开你的眼界 扩张你的想法 然后呢 当然接触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 甚至叫你 问你 然后你自己被打到的也有 但是你预备心 预备心 那时候你才也知道 你有没有受得意志 你才有没有得意志 你才知道得意志有多少 所以接触 你知道你需要对付自己 但是你接触的时候 有时太过多的时候 你可以挺一下 但是你知道 主 你认识我 我愿意行你的活度 各位不要被一个模式捆绑 你要被 那个mission 那个使命 大使命推动 不要被那个模式 应该讲真理 一个真理先 应该什么先 什么后 不要被这些东西局限 人要听到 就是要来教会才可以听 不然的话 世界没有 不一定这样 局限要打破 可能 如果人不来教会 把教会带给他 你把那个讲道带给他 当然 把讲道是不可以 对不对 所以讲简列的 那是按照他的心 你怎么样传 一个佛教徒你要怎样传 一个 当代教会里面的 比较靠成功神学的 怎么样传 怎样认识 有时候你不懂怎样传 多听 听里面你得到很多的感动 你知道 然后你那时候传 有时候要接触 接触才知道 各位 他们呢 祭司长 文士 他们是 一直在圣殿里面 研读圣经 到一个地步呢 他们 不再接触人 可能接触的时候 就是欺负了他们 因为历史历代的事情嘛 但是他们也不用再试 换句话说 他们没有祷告 他们遇到外邦人的阻挡 外邦人的欺负 也因为他们有罪 但是欺负 历史历代 巴比伦 波士 马代 对不对 所以他们反而顾虑起来 他们多读圣经 这个其实没有错的 但是他们没有祷告 福音是要传到地极的 这是神的心 但是 所以 所以不需要弥赛亚 为什么需要弥赛亚 为什么最要得色的 那个奥秘 他们不知道 耶稣基督来 最得圣灵的这个事情 他们不知道 所以他们不需要圣灵的这个事情 不需要那个热心来的那个事情 就发生了 所以 我们继续读 继续读 四到四节已经有了 六节已经读了 第七节 当下叙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 细问那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第八节 就猜他们往玻璃横去说 你们去 仔细寻访那小孩子 寻到了就来报信 我也好去拜他 他骗了 这个骗的话也会骗到底 所以 这里呢 有多一个 刚才已经出现了 但是这些东方 的博士 博士 大概知道 这个意思 博士 这个东方的博士 东方的博士 他们 就去 他们是怎样呢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 所看见的那星 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那时候才看到 那个星 从那时候前头行 可能那个不是星 因为星星 是不会动的 为什么 可能这个是 真的是神的一个荣耀的 同在的 换一句话说 这个博士呢 东方的这个博士呢 东方的博士是怎样呢 有上帝的荣耀 同在 引导他们 好像云柱火柱一样 引导他们 这样 所以 执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 就大大的欢喜 所以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啊 他们不是 他们只有大欢喜 大喜乐 还有呢 还有怎样说 他们崇拜耶稣 他们拜耶稣 敬拜主 崇拜祂 对不对 各位十一节 进了房子 所以这个时候 不是马朝了 是房子的 所以那时候 这个东方博士 不是三位 有几个博士来的时候呢 当然是带一个 为什么会三个 因为我们想有三个礼物嘛 所以总是感觉有三个 但是圣经没有说有三个 而且这里呢 我们常常想到就是 他们去到这个马朝 但是这时候呢 很有可能耶稣基督已经过了 好多天了 可能过了四十天五十天 那个捷径日已经晚了 各位你想 那个马利亚 如果收到这些礼物啊 那些礼物是很贵重的 那为什么他会献祭的时候 献班鸠 出歌 这样便宜的那个祭物呢 不可能吗 他应该献这个公羊嘛 羔羊 所以换句话说应该是在 之后他们才来 所以可能耶稣基督已经几个月大了 甚至有些学者说可能几个 几年已经大了 然后他们才来 他们已经在玻璃盒有一个房子了 对不对 刚好这些 这些献给他的这个祭物 帮助他们逃到埃及去 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有这些禁忌也是 但是上帝公命给他们 但是这个呢 朝拜耶稣 他们 朝拜他们 他们非常感恩 能够遇到 约瑟玛利亚 上帝非常喜悦约瑟玛利亚 但是他们 所以他们遇到他们的时候 非常感谢 你看 但是这里呢 非常有注意一件事情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俯夫拜那小孩子 圣经明明的说 没有拜这个玛利亚 他是拜小孩子 拜这个小孩子 这个是很奇妙 对不对 外邦人他们会选择拜一个小孩子 换句话说 其实这个是要告诉我们 也告诉我们 不要拜玛利亚 有这个 罗马天主教的这个错误 其实有 接开宝盒 拿黄金 这里有黄金 黄金 还有什么呢 乳香 还有末药 讲完这个就完了 末药 为礼物献给他 各位他们的崇拜呢 他们的崇拜 不是只有用心的 他们实际 实际的 收还是付 付出的 他们是实际付出的 看到他们的付出 就知道他们 拜主 崇拜主 那个美国兰的这个姐妹 我们一报道说 我们六月有一个小孩子的营会 她马上就说 我有感动 要奉献 她不知道怎样奉献 那几天我才发现 她没有去换新笔 所以住在酒店里面 很好吃的一个食物中心 小贩中心 但是她没有办法去 我就问 差不多要完了最后第二天的时候 才发现她没有钱 没有新笔 我就马上拿出一点 你拿先 想奉献没有钱 这样 但是她过后我去找她 你是不是要 她讲她要 她马上去找那个负责人 然后不懂怎么样 转换还是什么 所以各位 爱主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反应 很直接的 这是不用说的 当你爱主 你敬拜主的时候 你来的时候 不是只有要领受 你来是要付出 你来是要服侍 你来服侍 也是为了要付出 拿你最好的东西献给主 这样子 不是多或少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全部的 最好的 你能够做到的 你会拿出来 而且这种礼物 是给君王的 礼物来的 这是更不用说的 这个是君王的 君王应当有的黄金 黄金是最宝贵的铁 那个铁 对不对 乳香呢 乳香可以说 是在这个 在这个圣 圣殿里面 他们献祭的时候 烧香 然后好像祷告的 升到天上 这样 所以这个是讲到 祭司 大祭司的 祭司的这个质分 这个质分 墨药不用说的 这个墨药呢 是用来 高墨的 用来高墨 君王跟 这个先知的 在圣殿里面 高墨君王或者先知的 好像沙默也是用 被高墨的时候 用这个 是大先知 有些人有另外一个想法 有些人觉得 这个是讲到 祂是完全的神 这个是比较偏一点 但是还是贵重 这是人 全神全人 这个是有些学者的一个想法 他是大君王 大祭司 大先知 这个是 大家知道 就是 捆绑魔鬼撒旦 叫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爱 所以 那个罪得赦 大先知 给我们知道上帝的美意 因为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不知道 主怎样指教我们 所以 他们献给耶稣基督 配得耶稣基督 值分的礼物 这样 这个 所以各位 所以这些 博士 我们知道他们不只是一个外邦 他们是外邦里面 上帝非常爱 对不对 他们没有玷污到 他们爱 他们想要认识真理 他们也拿出正确的事情 给他 很奇妙 对不对 刚好这么正确 所以 也这个有代表 所以 他们不只是崇拜 有些人崇拜 很累 崇拜的时候 大有喜乐 因为有付出有喜乐 对不对 有领受 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第十二节完了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 不要回去见西律 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所以 这个也不是说他们笨笨蛋蛋 有西律要杀 他们也知道 圣灵也告诉他们 他们也可能在西律王 叫召他们的时候 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感觉到 他有一点不太对 这些 所以 他们 避免 避免 也告诉我们一件事 这样的人呢 我们避免他们 不需要多跟他们相冲 不需要多跟他们相冲 这样的人 我们不需要特地把他拔出来 圣经也这样说 拜子不要把他拔出来 麦子跟拜子在一起 在后面呢 上帝自己辨别出来 但是他们的那个作用呢 是激动我们 圣徒 不要冷淡 他们找他们嘛 对不对 为了激动他们 但是他们冷淡 其实 他们的这个存在的理由是激动 圣徒 崇拜耶稣 这个 所以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